在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经济数据中 宏观之一形式仍然是大家关注的标准 政府是今天没有继续走出反弹行情 非常暴躁显示 很多地产企业的资金面积极相当 在中三角地区 其中一部分中小企业 正在想办法解决他们遇到的困难 在今年的CCTN经济年度人物评选当中 中国创造仍然是最重要的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经济半小时 我是主持人宇飞 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创业的故事 随着智能手机越来越普及 不少的创业者也把目光聚焦到了手机上 希望能够从中找到商机 今天我们的故事就从一个手机创新的案例开始说起 这是一场五人制足球赛 球场上的队员来自同一家公司 队员们的年龄参差不齐 年龄最小的是90后 年龄大的已经到了不惑之年 球队的队长就是这个穿着黑底红条上衣的人 他叫长城 是这家公司的CEO 像这样的比赛 他们每个月都会如期举行 如今 长城所在的公司 新产品上市器临近 这次踢球减压放松 对他们来说显得更加宝贵 常城所掌门的是一家年轻的互联网公司 尽管公司的年龄不大 但却是联想投资成立运营的互联网子公司 这个公司可谓是来世凶猛 公司的名字叫做神奇工厂 刚刚成立五个月 就注册了一款叫做ZUK的全新品牌 推出的第一款手机产品 从诞生之日起 就被定位为面向重度手机用户 也因此被命名为Z1 它将在8月11号 揭开神秘的面纱 我们希望创造一个新的这种品牌 8月4号上午 距离新品上市 只剩下一周时间 就在常城和他的团队 摩拳擦掌进行准备的时候 中关村科技园的联想大厦里 首席执行官杨远庆 也在紧张地坐着新手机上市的最后工作安排 质量等等这些方面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对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质量 全程都在抓质量 是是是 对对对 这个一炮打响还是很重要 这个确保首次上市的成功这点非常重要 Z1手机是长城所带的团队设计的手机 它不同意联想之前生产设计的手机 而这款手机究竟有何神奇之处 杨远庆又为何对它寄予厚望呢 这间公司的话呢 其实不仅仅是我期待的 它的这个第一款这个产品 第一个这个手机 而且我这个可以说的话呢 它是肩负着联想变革的 这个非常重大的一个使命 目前国内手机市场品牌 型号种类反多 几乎每周都会有新款手机发布上市 在大众市场几乎被瓜分殆尽的情况之下 如何挖掘细分市场 深度满足用户需求 成为联想转型发展的关键 一款手机的上市 一家公司的发展 关乎联想集团未来发展的格局 投资成立这样一家 独立运营的互联网公司的想法 杨远庆在两年前即开始酝酿 而真正付诸实施 却发端于去年十月的一场户外活动 当时我跟我们 当时负责中国区业务的 这个负责人陈旭东 还有现在的这个 ZUK的这个CEO长成 这个有一次一起打球的时候的话呢 这个就说到 我们应该成立这样子的一间公司 来推动联想的这个变革 杨远庆说 一家公司的发展 最关键的还是靠人 而对这个年轻公司的年轻团队 杨远庆充满信心 他们更年轻 更充满朝气 而且更关注客户 这个你比如说像长城 这个是一个非常勤奋的 这个就是既懂技术又懂客户的 这样难得的人才 这个两点是非常的不容易的 在2015年4月联想新残年的 逝世大会上 杨远庆公布了新残年的各项目标 同时呢 高调宣布联想的互联网转型 就是将从以产品为中心 转向以客户为中心 以大兵团作战模式 转向小分队作战的方式 同时杨远庆还对当前的手机制造热 进行了市场分析 他提醒说 千万不要把做手机看得太简单太容易了 一轰而上的市场 意味着更加激烈的竞争 按照联想思议由杨远庆宣布的互联网转型方案 由以产品为中心 转向以客户为中心 以大兵团作战模式 转向小分队作战方式 这次的转型 首先聚焦在手机上 那么联想的这个方案究竟是怎样的呢 时是今日 长城仍然记得十个月前的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 杨远庆和他谈话时的情景 在宽阔的运动场上 杨远庆和他提到了 要成立一家新的互联网公司的想法 而两个月后 长城开始到这家新公司任职 今年已经年届不惑的长城 拥有并不寻常的履历和头衔 本科 硕士 博士 分别毕业于不同的学校和专业 2000年加入联想 担任笔记本事业部研发总监 负责联想台式电脑 笔记本电脑和智能手机的研发 其中步伐经典之作 联想现在是个大叔的形象 我们希望更阳光 刚才说了更年轻 更有活力 然而 阳光 年轻 活力 并不是说说而已 怎样才能将它转化成新活的现实呢 在神奇工厂正式成立之前 长城想到了一个超前的营销方案 他想通过网络 向网友和粉丝 征集手机的外观设计 有消费者决定手机的样式 会让这款重度手机与众不同 这个就是我当时提教的设计方案 刘锦是一名90后大学生 2014年始业 正在读大四的刘锦 看到了神奇工厂 在网络论坛上发布的 向粉丝征集手机设计稿的公告 本身学设计专业的刘锦 兴奋万分 用了一周时间 设计了一款手机外观图 并提交到网上 提交上去之后 它是一个圆润的 恶暖式的一个手机的方案 然后在下面的评论 用户和官方人员 他们的反响都是挺不错的 有些人特别喜欢 还有加我可以说 要我原型的图 那么最后 最后一颗手机 诚信出来的真机 其实是中间是有一些 我这个设计图的元素在里面 比如说手感这一块 这栋看似普通的大楼 外观并不那么起眼 却处处点缀着创意的影子 给人以无限的想象空间 这一天是周末 长城一如往常的 在七点之前就来到公司 他是公司里每天上班最早的员工 早上七点到九点 是他和网上的粉丝互动时间 而这种互动交流 对长城新手机的研发设计来说 作用至关重要 我认为我们的第一款产品 最外是他们设计的 谁设计的 粉丝设计的 长城告诉记者 除了手机外观 通过网络征迹办法之外 手机的硬件配置 软件应用等研发 也是开放式的 去年十月份 我们把粉丝召集在这栋楼里 做个游戏 所有的配置 让他们来选 他们自己打造一个 他们心目里的神机 打造完了以后 他们会标一个价钱 实际上那次活动 决定了今天这份80%的设计 当越来越多的企业 都在研究互联网家的时候 我们也看到 围绕着将互联网转型 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探索和模式创新 而联想的创新特点 就是从以产品为中心 转向以客户为中心 从过去的更多关注 硬件软件和应用 转向更多的去关注客户体验 从与客户的单点接触 转向多点接触 走进神奇工厂的工作间 天花板上挂着这样一个红色条幅 不变的是文字 变化的是后面的数字 这个条幅显示着公司新产品的上市倒计时 那么神奇工厂通过粉丝设计 完成的重磅手机 到底有哪些与众不同呢 我们希望我们保持一个原则 我们最后怎么来取悦用户 取悦用户这件事情上 我们应该不择手段 我们要保证这个原则 在任何一个地方落地 重磅手机噱头十足 为了赢得仲裁 并按照计划一步步推进 6月19号 神奇工厂第一步营销方案 是展开笑脸营销活动 在北京的1号线和10号线地铁 开启ZUK专列 通过符号化的视觉形象 将用户传达ZUK品牌 简单点的理念 紧接着 7月21号 神奇工厂展开了第二步营销 为即将推出的手机 在网上进行了一次众筹活动 我们为什么选择众筹 是因为在很多年轻人来说 他们觉得众筹是一个很酷的事情 我们也希望把我们的ZUK的品牌 打造成一个很酷的潮牌 所以我们会选择这种方式 网上众筹是一个崭新的营销手段 在众筹上做手机这种成熟的产品 实际上并不容易 尤其是在手机各项细节和销售价格等信息 还处于保密阶段 此时发泄的众筹等于盲筹 筹的不是资金 不是数量 而是筹信任 我们当初定的目标是 20天筹到53块钱 虽然前期做了充分准备 但是当把众筹消息发布出去之后 长城和他的团队 手心里还是捏了一把汗 没有人知道他的结果会怎样 这个众筹前一天 我们基本上很多人都没睡觉 因为在众筹的这个领域 如果没有筹到 或者说众筹失败 是一个对产品最大的灾难 长城清楚的记得 众筹的消息发布后几个小时 团队的每个人都坐在电脑旁 不敢离开 时刻注视着众筹结果 六个小时之后 众筹结果让所有人大吃一惊 六个小时之内就筹到了五十万 然后我们有一个九千九百九十九的十位的套餐 大概是秒级就被抢完了 然后在粉丝的要对家我们又开了十个 很快又被抢光了 产品的上市越来越近了 各项工作也到了最关键的阶段 上午九点 长城离开办公室 到楼上楼下各个部门去走走转转 长城说这是他的工作常态 这是啥反馈啊 你知道吗 人家这啥反馈啊 都说好看 真的假的啊 还行 反正那个弧度要留 弧度要留 想要等下周手板 你们能看看 看看怎么动 保持原始设计 每天我们工作基本上就是这样 楼上楼下跑 然后各个team跑 然后各个会议室跑 跑到哪儿就听一听 聊一聊 然后看看大家都在干啥 基本上每天楼上回家跑 我都躺 长城带我们来到一间神秘的办公室 他说 这是公司目前最保密 也是最忙碌的一间办公室 这是 这是我们最好的设计师team 墙上的都是发布会的秘密 对 我们所有的秘密 核心的设计都会在这家屋里做封闭的 他们现在是在做什么 发布会 发布会所有的PPT素材 最后的视频 都会在这屋里完成 在过去 作为一家传统制造企业 联想一直是大兵团作战 研究一款产品最好是能够适合所有人 生产呢 也最好都是流水线的方式 但是在互联网时代 客户越来越希望个性化 如果还是用传统的组织机构发展就会受到制约 在公司内部组建小分队 由小分队为细分用户群开发产品 让大兵团给小分队提供各方面专业化的支持定义产品 明确渠道销售 这种转型的方向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呢 好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欢迎回来 一款还没有问世的手机 因为集合了很多粉丝的智慧 可以说非常接地气 我们知道一直以来 消费者买手机都是被动的 厂家生产出什么样式 消费者只能接受 而现在呢 消费者可以在材料色彩 个性化功能等等方面 有自己许多的选择 不过这样的创新模式 在发展之初也并不是一帆风顺 工签 ZUK团队软件设计师 从团队组建到产品前期调研和设计研发 工签都参与其中 手机上最主要的软件界面和功能 都是由他和他的团队来完成 工签说 经过调研 他们将高校大学生群体 定位为目标用户 而为了了解用户最真实的需求 他的团队专门花了两个多月时间 走访了三十多所高校 对三千多名学生 进行了一对一的访谈 我们基本上是在学校里面 跟学生一起 跟他们一起上课 在去他们时常 跟他们一块去吃饭 观察他们的使用手机的习惯 通过这些里面 其实奠定了很多 我们现在做产品的一些基本的原则 工签告诉记者 这款融入粉丝智慧的新手机 有一个Utouch功能 这个功能来自很多粉丝的建议 一般传统的手机底部 有三个功能键 粉丝认为 这三个键太麻烦 要把它们三键合一 这个功能 是重磅手机的亮点之一 但在最初设计时 却并不容易 这就是我们在刚开始 讲设计这个Utouch的时候 一个原理图 我们最开始的时候 就研究说 在这个屏幕上 我们应该把三个按键 合成了这一个按键的时候 是什么样子 我们试图在这一个按键的功能上 实现原有的所有的功能 所以我们去针对这个功能 我们去提出了很多种的方案 当时觉得 我们觉得这个可实现程度 大概不超过50%吧 三键合一看似简单 实为太难 不但要考虑手机设计的美观 更要兼顾用户操作的便捷性 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按键 从技术上 要解决工程实现和交互体验 等多方面的难题 而就这一个按键功能的功课 工签他们 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 我自己的感觉是 那段时间 我基本上每天出去的时候 我就看到各种按键的东西 都想去按一下 我想看看这些按键上 他们都在怎么做 用什么样的方式 去实现了什么样的功能 工签说 他们在手机的设计过程中 像这样的困难和问题 并不少见 甚至伴随着手机设计的 整个过程 自始至终 一直楼有 你就都得去处理 这些问题和难关 就变成了你在做产品的过程中的 一步一步要去解决的问题 跨过了这些障碍以后 你会发现这个产品 被打磨得越来越细的时候 你自己心里也会觉得很安慰的 做了11年手机设计的何书荣 是ZUK公司 ID设计师的主币 素颖严谨 苛刻著正 而对他设计的这款 即将上市的手机 更是格外用心 譬如我们外框的弧度 其实我们是做了很多的草模出来 不同弧度的草模来验证它的视手感 然后给到用户 他们去体验舒适度 然后最终达到我们认可 又美观的一个状态 我们才去往下走这个设计 这个活动 现在这个 到现在这个活动 你们修改了多少次 修改了 其实真的是到300次吧 何书荣说 虽然在工作中 付出了很多坚信 但他并没有什么怨言 他现在唯一期待的 就是手机上市后 能够得到用户的认可 我觉得付出 只要用户能接受我们的产品 认可我们的产品 我觉得都是值得的 今天 曾经的粉丝刘锦 已经大学毕业 当初他的鹅卵石手机外形设计 已经被神奇工厂采纳 这让刘锦非常开心 刘锦告诉记者 他提交的这个外观 像鹅卵石的手机设计图 是按照人体工程局的原理设计的 设计方案 不但在网上反响强烈 而且还引起了长城的浓厚兴趣 几天之后 刘锦接到了长城的邀请 带着鹅卵石手机图 来到了北京 当时他说新公司成立 要做第一款手机 第一款手机是要全民缔造的 是想真正的 从用户的心里面 做一款用户喜欢的手机 我听到这个之后 我觉得 这个是在手机界 至少我作为一个粉丝 当时作为一个用户 看来这是首次的 我特别喜欢这个想法 刘锦做梦都没有想到 自己的一个并不成熟的设计方案 会引起联想子公司的注意 这让刘锦激动万分 而这次见面 也让刘锦对神奇工厂 产生了足够兴趣 他喜欢这种开放式的工作理念 和不断创新的工作环境 我觉得这家公司非常富有创业精神 而且就是说 他们真的就是为自己想做的去拼搏 这群人都特别的疯狂 我觉得这应该是符合 就是非常符合年轻人的做法 是一家非常富有活力的公司 今年7月 刘锦正式加入神奇工厂团队 已经开始参与公司下一款手机的研发设计 像我们CEO长色 一大早起来 就会在群里面爆各种设计图 问粉丝意见 然后很多研发人们都没有看到设计图 就是说直接就拿到群里面去问 这个好不好 那个好不好 用户投完票出来 说这个好 就做这个 不好就改 这就是我经常看到的 他们在核心粉丝里面 在那个QA群里面 像这样的活动 这样的事情特别多 基本上当初是每天都在发生 在我们过去的大的体系里面 我认为的话 要能完成这样子的转变 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所以我们用这样子的一个新成立的小公司 子公司的方式的话 来带动这样子的转变 这个转变概括来说的话 其实就是一个 从过去以产品为中心 到今后的话 以客户为中心的一个转变 从过去偏硬 像偏软的方向的这样子的一个转变 由消费者参与设计 参与众筹 这可能是中国制造业以后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多次提出了互联网加的战略 意在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 大数据物联网等现代信息产业与制造业的融合 促进电子商务 工业互联网和金融互联网的健康发展 在互联网时代 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 已经成为市场竞争的一个焦点 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如何获取用户的需求 并且予以满足 也成为前景巨大的商机金矿 希望越来越多的创业者能够从中找到机会 个人创业 行业创新 凝聚在一起的合力 最终将推动中国现代服务业和中国现代制造业 迈上新的台阶 好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 感谢您的收看 稍后播出的是央视查经评论 敬请关注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